一灭绝超过一万年的古代狼种 经过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科学家多年的研究 近期成功在该国北部草原地区 实现基因富裕 这项突破性的成果由美国一家公司宣布 科学家们利用先进的基因重建技术 成功富裕出了三只 距今已灭绝超过一万年的恐狼 这三只幼狼年龄在三至六个月之间 目前体重约80磅 预计成年后可达到140磅左右 尽管该项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但独立经济科学家只说这成果 并不意味着该狼种将立即 在北美草原上重新繁衍 尽管经富裕为保护品味物种 与恢复生态多样性带来新的希望 专家们对恐狼的生态适应和未来的发展 仍持警惕的状态 该研究也被发现 推动动物精英的富裕 与动物的保护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的尝试 与动物的保护品味道 或是我们认为 与动物的保护品味道 因为我们不确定是什么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